星期五未来公布PCE数据 联储局今个星期亦会公布上个月议息会议纪录 先看看PCE数据 因为是重要的 4月核心PCE市场预期增长4.9% 3月份数据增长5.2% 那么紧张看着通胀数据 就是因为联储局看着这颗数据 决定加不加息 朱先生你觉得美国的通胀情况变顶了吗 我觉得短期仍然只可以在相对高位那边横行 但是你说整体来说 是有没有显著回落的迹象 暂时还是未见到 起码有几个月里面暂时未见到 论据就如下 第一你看到诸多数据里面 是相对同比和环比跌得相对比较多 真心来说是只有二手车 二手车近年升幅都相对比较大 现在再加上加息了若干市之后 那些人买车的意欲都开始下降了 所以和原材料的成本 亦是令到车的价格数据比较高期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数据又开始有所回落 第二我们就说 在那个所谓通胀的恶化源头 大幅恶化源头 就是因为资源价格 特别是石油或者天然气 无论同比和环比都是暴障的 这个说到若干的月份 它再久一点之前的月份 它相对同比的角度 可以增长到差不多60%至80% 这个数据已经可以令到整个CBI相对比较高 但可惜在石油价格 特别在石油价格那里 我们看到在短暂回落之后 即使现在的乌和战争都好像在拖延 或者可能接近到尾声都不顶 因为一直都供不到进去 其实可能都 就是讨论这个题目 俄罗斯最可能都宣布是失败祖宗的 即是这样的战争的话 我们会这样看 我们现在不讨论战争的军事层面 就是讨论在石油价格的角度 你见到它就没有很乖乖地回落 不但它还要说 无论是特别是布兰特旗游 都去到接近110米这样的水平 我们就说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老实说也是对通胀来 是相对有压力的 所以在整体的通胀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快 可以按下去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甚至短期来说是由最高8点多 CBI暂时最高的就是3月份 由8.3左右 由8.2左右 你说要压到7这个数据 我觉得都没有那么快可以做到 而且就是最后一个论调 就是说其实虽然联储局 都是很急地加息 但其实现在有很长时间 都未加到所谓中性利率 可能大家在传媒那里 有时候听过叫中性利率这个字 其实都可以一个十秒钟的科普 什么叫中性利率 就是说提高到一个在理论上 既可以是开始对通胀有威嚇的作用 又理论上 你看到很多时候都是理论上的 理论上又对经济不重成造大破坏的利率 我们叫做所谓中性利率 反正如果破坏经济 我们叫做负面利率 所谓现在的中性利率的 definition 就大概2.5厘左右 你看到有时间都未加到 就算你0.5厘 0.5厘加上去 你加到两厘半 基本上都要去到秋季了 有时间都未加到 过去这个类数 其实也相当比较困难 最后一个小点 就是说其实美国令到自己 今天通胀 今时今日这么高 很明显的罪魁禍首 有一段是他自己一手搞成的 就是建基于纯粹政治的角度 去打中国的关系 是不肯减关税 那你看到最近有个新闻 就是说除了是很多重要的财政 或者是金融的官员 都有去不断强烈地呼吁 就是说要减关税之前 那我们去到最高领导层 拜登都开始松了语气 连一个最高的领导层都说 我考虑减关税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是一个政治的所谓的手段 就是说他不想立刻去减 立刻去减 很没面子 于是就用个中途 就是说我考虑 这样去做一个过渡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他说我考虑这三个字 就等于是默认了是会减的 不过就是说有时间差 可能两个星期 或者三个星期左右 那如果是做了这件事之后 就通胀才又做了一步说明 如果默认一个基于 不知什么原因 他不肯做的话 其实通胀短期 都很难回落 我觉得是 是的 那你都说了 就是我下一题想问的 其实就是想recap一点点 就是给国总统拜登了 那他现在就进行上任之后 第一次的亚洲之旅的 那昨天就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那里考虑 撤销部分对华关税的 那看回一些背景资料 其实美国境内这方面的讨论 都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了 那么财长耶伦之前也都说了 他在政府内部是主张取消 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部分关税的 因为关税并没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但是就损害着美国消费者 和企业利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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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